记者王杰台南报道,被誉为南是南区神木的一棵老榕树,六日下午突然倒塌,正好赖姓司机与助理在车上准备离开,却突然听到巨响,接着驾驶座就被树木压到塔县,消防局破坏驾驶座的门将赖南救出,当时赖南自立逃生一阵惊慌,向救护人员表示平安,只是开车十多年只看过车撞树, 没看过树来撞车 六日中午赖南正准备上快速道路送货,上路前与助理把小货车停在大树下,下车吃饭休息,大约下午一时时,两人吃饱返回车上,正准备开车时,却突然一声巨响,小货车的驾驶座被大树压到塔县,赖南的右脚被卡在方向盘与座椅间,无法脱困,而副驾驶座却没受到波及, 助理联盟下车报案,由于驾驶座已经变形,车门无法打开,消防局湾里分队派出救护人员与消防员,用破坏监与破坏器材将车门破坏,并将赖南从车内救出,所幸赖南命大毫发无伤,不过下车后他一脸惨白,向救护人员告知,开车这么多年只看过车撞树, 第一次看到树来撞车,救护后,农业局查看这棵被誉为南区神木的老荣,不属于猎馆老树,农业局指出,依据台南珍贵树木保护自治条例,老树必须符合三个条件,第一,是树林超过80年,第二是树官超过300平方公尺,第三是树干直径有依, 三公尺,除此之外还,需要考虑品种,榕树在台南老树中珍贵老榕树占约44%,但这棵老榕树并不是其中之一,已经交由公务局做后续处理